手拿台灣青天滿地紅國旗興奮的驚叫 經過八小時奮戰 台灣擊敗世界十七個國家 再度奪下世界冠軍 2017世界麵包大賽 今年遺失法國南特舉辦 台灣代表隊提前四天抵達比賽會場 適應當地氣候和水質最後調整 比賽過程從揉面 發酵 製作 最後檢查 通通馬虎不得 辛苦努力的結果終於抱回冠軍獎盃 消息傳回高雄麵包店 同事們都開心得不得了 昨天得獎之後 所有的人心情都是非常興奮的 因為他們在台灣 努力了整整六年吧 這次台灣代表隊 由教練王鹏杰領軍 拿下整體冠軍 主廚陳耀迅有機麵包獎第一名 助手周小景拿下最佳助手獎 是台灣之光 而有機麵包更是食用黑白芝麻提味 馬告香料 水果鳳梨 荔枝 再經過低溫冷藏發酵 成為奪冠秘訣 那在我成長的家鄉 台灣彰化鹿港 那是一個廟宇文化 非常濃厚的小鎮 那每當我在製作 這座藝術麵包的時候 那也會想起 小時候外婆都會帶我去看舞獅 繼吳寶春 陳文信 台灣再度奪下 世界麵包大賽冠軍 選手們28號返台 預計又將帶起一波 世界麵包冠軍狂熱 記者林正言高雄報導 來自家鄉 谢谢大家